欢迎来到老司机探案 老司机侦探点点头 如果这里是我的梦境 那么我的安全就至关重要 因为一旦我遭遇了危险 梦境自然就不复存在 这应该不是你们想要的吧 听到这里白衣巫师大声笑了起来 我就喜欢住在聪明人的梦境里 因为你们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法 说完这话 白衣巫师带着老司机侦探从书房里离开 就这么直接穿墙而出 房间的门还是紧闭着 塔里有很多暗道 最后会有一个是通往真相的 白衣巫师这么说完 又把老司机侦探留在了原地 自己离开了这里 老司机侦探确定着周围没有其他人后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脑海里的无猫猫博士十分无语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老司机侦探倒是挺无所谓的 还能怎么办 想办法解决问题啊 刚刚他不是说了吗 暗道 说完这一话 老司机侦探就在现在所在的地方 探索了一番 他现在在整座塔的五楼 作为塔底 这里一圈只有三四个房间 除了一直紧锁着的藏书室 其他的房间什么都没有 就感觉是裁剑完的毛坯房 看来塔里也没有多少书嘛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老司机侦探准备继续去搜寻所谓的暗道 于是他来到了四楼 四楼的房间比五楼稍微多上几个 连带着紧锁的书房也多了几个 而另外的房间却胡乱放了一些书籍 这些房间并没有锁住 老司机侦探在这些房间里全都搜寻了一遍 最后还真的在某个没有多少书的房间里 找到了一堵可以活动的墙 墙的背后就是暗道 这个暗道里究竟有什么东西 老司机侦探能够一次性就找到真相吗 敬请期待下一期老司机谈案 当你饥饿得不行的时候 画什么东西可以让你不那么饿呢 欢迎在评论局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右边的新娘会先死 因为她已经被毒蛇咬过了